DJ Question Mark 前進巴黎大展身手 讓文化奧運台灣館 瞬間變身法國夜店 台下觀眾一個比一個更陶醉 開幕第一天 碰上旁濤大雨 擋不住民眾熱情 廟會風廣場裡 極盡累積超過2000人 大家看台灣眼神不一樣 也都越來越支持台灣 所以他們現在對台灣的文化 你看這麼多人來 就是來了解我們的文化 他們在過去可能比較知道的 當然就是我們的Bubble Tea 當然它要看到更多 除了精采表演 海派大方 台式代客之道 還要讓大家吃飯 好 OK 以前有吃過這個東西嗎 有 有 OK 有 很好吃 因為你喜歡吧 好好吃 我們喜歡 我們喜歡 奧運開幕 轉播替中華台北 證明舊教台灣 再讓文奧台灣館士氣大爭 只有讓這個世界知道 台灣有多希望參與這個社會 所以台灣是一個 就是無所畏懼的國家 無論我們面對的困難是什麼 不管是天然的災害 還是人為的軍事恫嚇 台灣沒有在怕 武漢奧運台灣館在入場處發送 充滿台灣風格的 嘎嘎嘎 裡頭有小泡芙 以及珍奶冰棒等等各式的 台灣特色零食小吃 這是要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 觀光客到場內來感受 台灣滿滿的文化魅力 以上是三立新聞卓金國 黃家瑋在法國巴黎的 採訪報道